1963年1月20日的早晨 在没有几个人的上海北京西路 一个骑死的三轮车上面 躺着一个右手被紧紧包扎着的青年 他脸色苍白 神情紧张 这个青年的名字叫王春百 是上海工厂 冲床车间的工人 这一天王春百因为工作疏忽 右手腕关节以上一寸的地方 被冲床完全切断 工友们立刻把他送到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 陈中伟 钱远庆等组成的医疗团队 为他做了断肢再次手术 并且获得成功 这是世界预约史上首例断肢再次手术 也正是因为这次手术 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接活断肢的国家 20世纪50年代 一些中小型工厂的机器设备比较老旧 没有什么安全保护装置 当时冲床操作工人们的事故工伤率高达60% 而一旦事故发生 伤者就会往往永久性的肢体残缺 当年陈伟中医生30出头 是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的骨科主任 已经累计了9年的临床经验 当时6月已经进行了大量的动物实验 也接活过75%的手臂 这是手术的关键在于 必须尽快把断手的4根主要血管接通 把骨头和3根神经 还有18条肌腱一一对接 而手术中最难的是小血管的吻合术 所以陈伟中医请来了富有稳接血管经验的钱允庆疾生 他们采用了套接的方法 那套接是需要使用套管的 陈允庆很快就打电话给曾经做过动物性实验的第二军医大学 可惜没有找到合适大小的套管 那如果不能在一定的时间之内把断手接上 断裂的组织就会因为缺血而坏死 或者是不能恢复原有的功能 由于手头没有特质的带齿不睡光套管 加上时间紧迫 陈中伟等医务人员开始考虑是否能用其他的代替品 当时护士长想到他给女儿扎辫子的时候 塑料管会拉长变细 于是他们试着把最小一号的聚以吸塑料管 消毒加温之后 把它拉细当作套管 这一尝试获得了成功 经过医护人员塑料师的努力 4根主要血管全部吻合接通 不过手术后的第二天又出现了新的问题 接上去的那只手发生了严重的肿上 到了第三天 这只手肿得像馒头一样 根据陈中伟的判断 如果肿上继续发展下去 手部的血管就会被压扁 血液便流不到手部 如果血液循环中止 整只手也就保不住了 那后来这个困难被有个动物性实验的外科专家解决了 根据专家们提供的信息 陈中伟等医护人员采用了切开皮肤 还租肌液的方法 在实行检验手术之后 肿上明显消退了 在度过了总装关之后的几个月里 陈中伟等医生又帮助王淳美 成功传过了感染关、康复关 使这只视而获得的手 恢复了趋、身、转、翻等功能 有了正常的体温和自觉 后来经过方方面的测试 证明这个断手是已经接获成功了 8月7日 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和副总理陈毅 在上海接见了陈中伟、钱允庆等 在实施断织在职手术中的有工人员 在断织在职手术一年之后 王淳美返回工厂工作 阿娜茨在职的时候不仅能写字、领悟 而且还能穿针引线、打乒乓球 1963年11月 陈中伟、钱允庆等员班护理人员 又成功为上海另一工人曹兴隆 实施了断织在职手术 这是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 断织在职成功之后的又一大成就 1978年11月 六院国家专家余中佳 在国际上首次把患者自己的阻止 一直到钱币节肢的残断 再造出了有感觉能活动的新手 使中国显微外科在肢体缺失再造 和组织缺损的修复领域继续领先 1999年 陈中伟在美国召开的第13届外科学术讨论会上 获得了四季奖 这是国际显微外科的最高荣誉 在成功实施断织在职手术之后 断织在职手术已经不再是外科领域的难题 随着更先进的智能化电子甲肢 进入了外科领域以及医学的技术发展 更多的病患摆出了他们面临的困境 眼看着要消失的肢体又幸运的失而复得了